歡迎收看Super Snow 車訊新聞 我是盈婷 最近這一兩個星期 你會發現汽車媒體被某一台車 狠狠地洗版了 那台車能夠洗版的原因 一我想應該跟上個星期 全台灣有45家以上的汽車媒體 到日本九州試駕它的全車系有點關係 但原因二我覺得更殺 那就是在最近車子上市之前 它竟然預計單就已經突破了400台 哪一台車那麼厲害 它就在我面前 它就是Lexus的UX200 這一次在日本AutoPolis賽道試駕 等一下我們來播放這個影片 其實試駕的這個過程呢 我也近距離的去採訪 不一樣的車媒朋友們 大家的意見好像沒有很分歧 就是說我們試的UX200跟UX250H 我發現好像對油車跟油電車 大家的這個評分都還蠻平均的 可見這台車有十足的一個競爭力 那以豪華品牌推出了跨界的休旅車 這一款車呢算是非常有競爭力 原因就是能夠接到400台是因為 它的入門單價你猜多少 竟然是139萬 難怪可以賣得下下腳 所以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一起出去來試駕感受 當然我的角度跟這個賽車手 或者是專業車評 角度不一樣 我就是家裡頭的副駕 會跟你絮絮叨叨唸的太太的角度 我們一起來試駕看看UX的車系 帶給我們全新的感受 大家好我是依萍 我現在在日本的Auto Policy賽道 人在九州天氣很冷 但是心情是沸騰的熱騰騰的 原因是這次我們參與去 Lexus UX的探索之旅 這一趟的旅程當中呢 我們有一天的時間 跑到了這個Lexus在全球6個生產工廠當中 最主要的九州工廠 親眼見證了不同車型車款的 整個製作的過程 那也看了很多很多的細節 那當然今天的主要任務 就是要好好體驗一下 UX200以及UX250 H 油車跟油電車 兩台車全方位的體驗 包括一般道路的試駕 還有包括在Auto Policy賽道的體驗 Auto Policy賽道 我相信愛車的朋友們 一定知道它的高低差 差到50公尺 所以我等一下好好體驗是 下坡時這個剎車的踩踏 以及上坡時呢 我油門的力道 看看車子的反應 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出發體驗 哇 日本真是風光明媚啊 這是我第一次開UX 嚇一跳是它視野非常的好 我幾乎看不到什麼A柱擋著我的視線 左邊右邊都很清楚 我們現在是中低速的體驗 所以我覺得 哇 如果是在一般的市區要開的話 對我而言我覺得還蠻輕鬆的喔 它的起步我有點嚇一跳耶 很順 進入下坡後可以感受一下 拍拖一顆其它的刹車形成 非常線性 真的 它的刹車非常非常線性 然後其實我在踩油門過程中 它很快 很順 然後下坡 哇 很棒 當然以Lexus來講的話 它是非常的緊速的 哇 它的指向性非常的好 方向盤指向性非常非常的好 有時候女生開車你知道嗎 而且在下坡 所以就會有點緊張 然後呢 稍微有點彎 你會覺得說 欸 猶豫了一下 可是它的差距太好了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順手的 這件事是讓我很差異的 啊 現在是上坡 然後稍微帶點彎 我再感受一下 好輕鬆喔 輕鬆輕鬆 喔 輕鬆 而且你看 我稍微 油門下去之後 不錯 我稍微有點降速了 試試看降速的時候上坡的感覺 其實油門稍微單一下 它就上來了 開起來很沒壓力耶 中低速的感受 是我平常是生活上會用到的 我覺得開起來很順喔 很順 很順 不管是加速也好 可是我剛才看到有一點點 欸 不太確定的時候 我給它煞車下去 我覺得也非常不順 沒有那個蹲挫 很強烈的感覺 那會很不舒服 試看 即向性 我平常是開車其實就是 方向盤在轉動的時候 我自己會覺得 欸 小有一點 如果是開到我不熟悉的車子的話 會有自己的小比率 那我覺得 剛剛開US的感覺 我方向盤怎麼轉 它就怎麼走 現在上火囉 喔 油門一點點 喔 輕鬆喔 真的比較輕鬆 前面的車子比較靠近了 它是我覺得比較討厭一下 欸 我過來了耶 好開耶 我的感覺是 雖然它是一個跨界修旅車 可是US讓我感覺像在開先備車的感覺 甚至 欸 你會覺得有點像綁車 有齁 你有感覺到我在踩煞車嗎 剛剛 完全沒有 我告訴你 我就這樣子慢慢修慢慢修 好輕鬆喔 我在踩煞車欸 完全沒有頓挫 如果O系車的話 頓挫就真的是明顯 開的時候最好旁邊載一個人 對不對 讓你一起感受一下 站駕駛座還有輔駕 你看 方向盤這麼的 我就稍微 過來一點點 直下線太明確了 你看我方向盤這樣 好好操控喔 而且它側傾感覺並不會嚴重 對 很順 當你在即時煞車入彎的時候 我人並不會覺得說 有嚴重的側傾 真的嗎 所以我這樣的服務是舒適的嗎 我還真的故意給你擔一下 煞車煞車煞車 我好喜歡它 油門踩踏的感覺 我踩不到三分之一 我覺得 我真的沒有三分之一欸 可是你看 就上來了 上坡好輕鬆 那要舒適齁 所以要喝成交 你敢 你敢再跟我說 我到底要喝成交幾台 這還真的不錯 是真的可以靠 你一直包覆性非常好 對 然後你這個副駕 也有強烈的感覺嗎 這個包覆性在 我們在使用車子的過程中 會讓你覺得做的是舒適 你看喔 你看 非常漂亮 扭你了 扭你了還沒塞你了 我跟你說 沒有問題 全油門 在賽道上嗎 可以講這麼大聲 這個全油門欸 哇 Piper的加速就這麼舒服 讓你覺得不錯 而且很順啊 這種高低差 比較大一點的賽道 我覺得有好處 就是 下坡的時候 剛剛試了它的煞車 很輕鬆 點點點點點 現在就好了 上坡的時候呢 油門稍微多一點 然後它剛好又有直線 讓你去試它的全油門 覺得還蠻全面的啦 在開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什麼很大的壓力 蠻輕鬆的 而且很舊手 就是用直覺的方式去做判斷 它在4TS的時候 它很順 你知道嗎 真的是順到沒話講 不過也有很過度的壓力 所以POOS現在是大條的啦 所以就是很輕鬆的駕馭 然後秀秀方向盤很簡單 經過了今天一整天的緊鑼密鼓的試車 還有包括我們跟總工程師 在進行進一步的深度訪談的過程中 我發現大部分的車美朋友 對於UX200以及UX250H 這個評價其實不會落差很大 不過就女性車主 像我這樣子家庭需求的車主 我覺得可能Hybrid車款會比較適合我 但是其實在這個NA的UX200當中 因為它有換檔播片 所以童哥就幫它加了很多分數 尤其是它在踩踏油門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覺得好像右腳很忙一下 煞車一下油門在過彎的時候 可是其實UX200其實你在油門的踩踏 你只要稍微鬆一點點 你其實也不用忙著去煞車了 算是對很多平常時常常在開車的人而言 會更加的救手 這是這次整個試駕滿滿滿滿的一個生活啦 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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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